台積電進駐雄本 一場預計年底前就要試產 二場已經開始動工 為了補上明年人力缺口 台積電要找超過600位新鮮人 人數是今年的兩倍以上 官網已經在6月開始 新一輪的招募申請 入職時間定在2025年4月份 範圍包含設備模組 智慧生產等等工程師 特別要找廣泛的理工科系出身 日語流暢會講中文更好 也要肯學英文 日媒報導高中畢業生要找一百人 起薪十九萬日圓 約薪台幣三點八萬元 其他從大學研究所高專當中錄取 大學畢業工程師起薪二十一點五萬 到二十八萬日圓不等 約薪台幣四點四萬元到五點六萬元 熊門大學直接打造無城市 讓學生畢業無縫銜接 預計局央訂兩座工廠將僱用超過三千四百名人才 未來持續擴大招募新鮮人 台積電進駐熊本 前朝人潮都跟著來 百貨公司甚至為臺灣客人成立專門小組 熊本老牌賀五百貨專程來臺灣考察 去年成立四名人員行銷小組 拜訪超過六十間半導體的企業 要滿足七百五十位台積電員工和眷屬的需求 根據了解百貨公司百分之四十的海外顧客都是臺灣人 家電勤聚精品狂賣 還一次狂掃數十瓶高級葡萄酒 未來供應鏈在內估計數以千計的人員進駐到當地 將待望半導體也活化當地經濟 三立室的習慣劉志郎做報導